這個款式非常有氣質 而且很有知性美的單品 這個是一個襯衫嶺口的設計 我現在都開了兩顆扭的位置 大約去到胸骨、胸口位 這個也是安全的 其實還可以開多顆 但我覺得這個位置已經夠了 可以配上一些小頸鏈的整個位置 非常精緻、很利落 而且這個款式 V-cut的位置有一個闊身的 好像有少許麻花扭紋的織帶 你會看到這個扭是一個 金色半圓形的扭的形狀 它的手袖口做了少許細節 同樣也是一個半圓的金色扭 整個款式相當連貫 你會看到整個設計很連貫 其實是很簡單的款式 但你會看到是很有層次 它的V位、開扭位、手袖 整體的細節都連貫得很好 特別是我自己喜歡的手袖口 因為覺得剛剛好連貫 很一致的感覺 很簡單、很利落、很乾淨 而且那隻布料是很滑、很容易打理的 你看到我這樣扭 你會看到質地相當柔軟 而且摸上去和穿上去都是非常舒服的質地 例如這樣看 我現在放出來 你看到其實也是一個很容易打理的布質 旁邊看就有一點點的弧度 這個是一個實色的滑身料 很軟、不吉 看看你自己能否開這顆 開這顆就有一點低的 但正常開兩顆 那個位置就很好吃 簡單搭配西褲的造型感也很出 因為這個款式也是根據斯文的方向出發的 看看你自己喜歡搭西褲的A-Line裙子 搭裙褲、搭長褲 都沒有問題的 都是一個很容易處理的 那如果你自己想做一個層次再漂亮一點 我自己有一個私心推介 可以搭一下這個 毛毛 因為這次也是我的推介 一會兒我就會介紹 你也可以做一個這樣披搭的 因為這個是背心款 這樣 這裡捲進去 對 色調看得漂亮 V位這樣搭配 整個造型都不同了 這個是額外的意見 對 或者額外的參考 如果你說最基本的 這一套 例如你上班 晚上吃飯 這個也是一個很得體的造型